观众老爷们好呀,我是莫莫 继续带来心中的十分美剧 周一清晨第十集大结局 亲如一家 我希望每一个清晨都沐雨阳光 我希望每一个病患都得到救治 然而每一个故事 无时无刻的不上演在 切尔西综合医院 58岁玩滑板的患者 被推入了医院急诊 然而一旁有个男子一直在焦急的 等待救诊,Tina让他稍等 调医生过来,观看了下滑板患者 没救了,但Tina决定 治疗事实,可惜人没有救活 告知他的儿子脑死亡 现在只能维持生命 患者生前签署过自愿捐献器官的协议 Tina和朴医生想要告知下儿子 可是儿子却否定了 他告知两人母亲不会签署的 这是当时完全不知情太多的情况勾选了 他需要找律师来处理事宜 胡顿主任也得知了消息 带着巴克赶去出庭 与此同时,一个16岁肥胖的小孩 突然心脏疼痛 虎爷做着检查初步判断 是急性心肌梗死 让卢比特赔床 去叫来了小西医生 小西进行了小胖子的手术 又冠状动脉有梗阻 给他做了心脏支架植入 画面一转 虎爷开始询问那名男子 男子告诉了症状后 骗不了虎爷的经验 立马窒息男子的谎言 他是止疼要上瘾了 虎爷却说着 出门打几个电话回来 再给他开药 骗个回来 告知男子你有毒瘾 止疼要上瘾了 已经通知了所有医院门诊药店 不会给你出售止疼药 男子转身离开了 镜头一转 小西做完了手术 来到小胖病床前 告知他需要控制热量摄入了 16岁心脏病十分罕见 肥胖是最大的诱因 片刻孩子的祖母赶来 小西与其交谈得知 大多数时候给孩子吃的是快餐和速冻食品 这反而是危害孩子健康的最主要凶手 小西有些气愤 但也不知道多说些什么 地下车库中午休息的提娜和卢比多 遇到了那名男子 向提娜请求获得一些药物 提娜一身倒地了 血从耳孔流出 病房内又多了一位急诊 虎爷将他推入医院 消息传遍了整个医院 甚至出庭的胡顿主任也接到了电话 他也要求让朴来做手术 然而手术室内 泰还是来到了病房 给了朴医生一个信任的眼神 离开了病房 手术开始有条不紊的信心 泰在手术室外等候 朴医生告知已经清理了瘀血 但是现在只能等待他靠自己的意志力清醒 镜头切换到法庭内 那位针对医院的律师又开始了陈述 告知法官 医院不光器官捐献 甚至拿人的器官 比如皮肤进行整形手术 来获取利润 恰好院长也在 我们不妨让院长说说 并指出患者在驾照申请上勾选器官捐献 却没有详细的说明 只有小小的框框 胡顿主任被问住了 然而律师继续质问 这里面给你们输送了多少皮肤 用于牟利 然而患者却并不知道 Mr. Tomkins 我们今天在努力做的是 使用你的客人的脂肪和脂肪 来救三个生命 可能你应该告诉你的客人 我们正在使用他妈妈的身体 来救生人的生命 为什么你放在树上 来封锁他的视野 现在你连证了这个案子 是一枕 一枕 如果 Mrs. Malloy的皮肤 从这里到 Hoboken 去盖上一个五岁的鼻 去防止他的生命 成为一枕 惊喜和失败 这不是一枕 停间休息 马上要结案成职了 医院律师 希望胡顿主任来讲述 胡顿主任认同了巴克 Dr. Buck Tierney Chief of Transplantation at Chelsea General and we definitely make money on cosmetic surgery but at our core we're non-profit whatever point Mr. Tomkins made is buried in his demonizing of our program Sarah and I reject that right now young man there's a father of two in our hospital his liver has failed and he is dying he is dying 法官被打动了 允许医院移植此患者的器官 但不能使用皮肤盈利 病房内 小夕独自一人 准备进进 然而利博曼医生 告知他 我只是陪陪你 不说话 握住了小夕的手 情绪些许的缓解 小夕寻床 却发现了小胖子 喝着饮料 一把夺走 并告知 这会让他死亡的更快 这种宠力 会害了孩子的 另一边的病房 泰守候了五个小时 蒂娜还没有睁眼 虎爷亲吻蒂娜的额头 希望他能够好起来 小夕 罗比多 也赶来了病房 看望 但PPG再次响起 321室晚上10点 胡顿主任 等着所有人 来到了会议室 点名了小夕 让他说说 为什么去儿童保障局 举报了小胖子的祖母 什么时候医生 要月全 管理别人家的家务室了 然而小夕 却认为肥胖 是最大的致死病因 这些人 胡頓主人的眼眶紫潤了 我眼淚崩了 泰進入了311室 所有人都围在了Tina的身边 朴医生做着细致的检查 他们亲如一家 而本剧也走向了尾声 这一词片献给医护人员 希望这部剧能够更多人看到 了解你们的苦难 了解你们的困难 哪怕就让一个人因为这部剧能够体谅你们 我也知足了 这就是我的小私心 也是做这部剧的一切缘由 虽然剧里面和现实还是有很多的差别 但很多一幻矛盾却一针见血地说出 也许就和观众老爷们说的一样 太真实 所以没人愿意看 因为没人愿意看见死亡了 然而这部剧不仅仅是死亡 更是一种思考 恕我没有能力把它做得更好 也谢谢你们陪我看到了最后 正如第一集我解说说的那一 如果让你们觉得不好看了 是我的问题 不是剧的问题 有机会看看原篇吧 Andy 我是某某 本剧 钟 bedavy 什么 是什么 优优 wahr 是什么 你们 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